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我们加一些感情的成分 我们就说它是走运 那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那我们说不走运就是倒霉 就是对我们不利的几率发生了 在创业的道路上 你就算尽了一切的努力 做对了许多的事情 它依然还是有95%是要靠运气的 这怎么说呢 为什么是95%呢 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每个小时每天几乎无时无刻 都会面临许多的状况 要做非常多的决策 那有些决策很重大 那有些决策却很零碎很小 但是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当时所做的一些决策 当时你觉得重大的决策 事实上它未必还真的很重大 反而也许你觉得无关紧要的决策 它却影响着后面后来的一些改变 它却变成非常巨大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开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们发现有许多战役平安挥回来的战机 机身上它就有很多的弹孔 那机上也有很多的弹孔 然而机头跟机尾的弹孔相对之下 就比这个机翼上也少很多了 于是他们警觉到了 这个机头包括座舱的部分 还有机尾靠近这个油箱的部分 被子弹打到的机率 事实上是比较小的 那机翼重担的机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机翼重担这么多 万一破损严重他们就飞不回来了 所以他们就要求机师要求工厂工程师他们要加强 加强哪里呢 就加强飞机的机翼的部分 把它换成比较厚的金属来提高他们的存活率 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提高飞回来的几率 然而事实上 后来他们去观察一些坠落的飞机残骸 这个时候他们却发现很多的飞机 就是坠落的飞机 它的机相对于这个机头跟机尾 事实上是比较完整的 也就是说 坠落的这些飞机的残骸里面 显示出比较严重受损的部分 反而是机头跟机尾 就是靠近邮箱的部分 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讶异 后来研究了一下 获得了一些结论 事实上被破坏这个机尾跟机头 部分的飞机 其实才是真正能够让飞机坠毁的事实 那譬如说打到这个机尾的油箱 燃烧 打到机头的引擎 或者是这个座舱里面 打到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 这些才是罪机的主要原因 那最初当初以为的失事原因 他们觉得是因为机翼太过于脆弱 事实上跟他们当初的结论是相反的 所以飞机失事的原因就被推翻了 因此我们大多数的决策判断 事实上在当时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也许我们是被一些不完整的资讯 说干扰了 干扰了我们正确的决策 那你原本以为对的决策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 子弹碰巧 就是没有打中飞行员 或者没有打中游响 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 这个飞行员要安全的架着战斗机 飞回他们的营地 事实上很多的因素 是因为机率的问题 他就只是没有打中游响 没有打到飞行员 没有把他的引擎打坏而已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来推演这个逻辑性 今天如果选A 有50%的可能性 可以赚100块 选B 有30%的可能性 可以赚50块 那以机率这个逻辑来看 你应该选哪一个呢 这个答案应该是选A 因为A的期望 收益是50x100 也就是50块钱 那B呢 是30x50 它只有15 15块钱 那就很明显了 原则上我们应该要选择 我们应该要选择期望收益比较高的那一个 也就是选A 但是即使你选了A 事实上它仍然有50% 是赚不到钱的嘛 所以啊 也就是说 选A是相对正确的决策 但是它依然可能是错的 那当然啊 你这一次的决策 对了 可以往前走一步 但是也有可能啊 你一次猜错了 就没有下一次 那第一次你决策正确之后 你还要再通过第二次的决策 第二次决策之后啊 你还要再通过第三次决策 因为这个 企业是要一直经营下去的嘛 那你第一次决策 跟第二次决策的几率呢 第一次50% 第二次要再乘以50% 那就变成了 事实上啊 你成功的几率 就是你继续对的几率 就只有25%了 那以此类推了 一个企业每天要做非常多的决策了 那你每天也有很大的几率啊 是会失败走不下去的 可见 以此类推 最后你走向成功啊 这个95%啊 是要靠纪律的啦 这样的推论啊 我们就懂了 其实它很客观 并不夸张啊 所以啊 我们除了相信努力 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咯 你说什么 有这样的推论啊 我们得知啊 事实上啊 创业成功啊 它大部分真的是要靠运气啊 而不只是努力啊 而不只是努力啊 努力固然要有啊 那事实上 那事实上运气真的非常大的成分啊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再跟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